满地垃圾 装满尿的檀鱼 79岁的朱雅琴 双目失明 加上长期患有忧郁症 以至于生活无法自理 从2001年开始 接受慈悸的长期补助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 看到这样 哇 这个案我要怎样做 我第一个脑海里面想到说 跟别人组这样子兑换 可是最后这个念头也是打消了 我们要勇敢去面对 不能够说遇到这个困难 我们就退下来这样子 去克服它这样子 阿玛哼着耳熟能详的老哥 在年轻的志工听来 更能够感受到岁月的畅桑 跟他这样越来越衰落 又根本就是 没有办法放下生命的良人 就很庆幸我们还可以 跟着商人这样子 有手有脚着帮忙 一起这样子行善 这样子招呼 就因为看到他这样子 所以我们应该 更要把握啦 把握当下 能付出就尽量地付出 你啊 这个是哪一楼是不是 阿玛哩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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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就早早起来 就准备给他吃 吃了才去做工 好像单做我们妈妈这样 我们可以单做她是我的 可以做我阿玛了 这个学生是自己去做才有好 这 几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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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感恩你啊 刺激志工的长期陪伴 弥补了雅清阿玛 孤老无一的遗憾 也在黑暗中 为阿玛点燃了一盏温暖的明灯 当然新闻 真身美之宫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